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是要把这个分子轨 那个供价件的这个部分呢 介绍完毕 好,那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我们的Lewis Structure跟Electron Activity Bonding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 好,我们这个章节主要的这个内容呢 是要考各位能不能画出Lewis Structure 然后能够从最佳Lewis Structure的地方 用形式电荷跟共振的方式去探讨一下 谁比较最稳定 然后接下去的是把这个Lewis Structure呢 用三度空间的方式判断一下 用Valential Electron Pair Repulsion 就是说共架电子队或者Long Pair电子队 只要是在架电子队呢 它们的互相排斥能够距离得越远越好 以这个原则来排列出来的这个形状呢 去判断它分子的形状 然后细部的研究分子形状里面的角度 还有它的剑长 哪一个比较短 哪一个比较长 哪一个剑角比较小 哪一个比较大 这些都是用电幅度 Electron Activity和原子大小来做判断 OK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上节课已经稍微给各位做过了一些案例 那么今天我们碰到几个案例的时候 再请各位同学上来做一下 我回忆一下 各位在用这个Valance Electron 最后Count的时候 做Lewis Structure的时候 可能必须要用这个Valance Count的方式 去做这个计算 譬如说上一次的这个 CO3-2 我们要算Valance Electron的时候呢 算价电子 这边是四个价电子 碳四个价电子 氧是六个价电子 加上638 再加上外面这个Charge呢 也算是价电子 这样的话是24个 然后呢 我们把碳呢 骨架画出来 以后我们来分配电子 骨架里面需要的电子 先把它剪掉 这是三个间接 剪掉23得6 剪6个电子 是18个电子 18个电子就是 9对 Long Pair 或者是Bounding Pair 这9对里面有可能是 Bounding或者Long Pair 我们先算Long Pair 原则是什么呢 把它从外围开始放起 9对电子从外围放起 12345678 合起来就是8语题 78 这样子做完了以后 Long Pair都已经分完了 33得9 但是呢 碳本身呢 是三个间接 23得6不满足 所以必须要用Long Pair 变成Bounding Pair的方式 这个电子呢 全部把它变过来 会变成 这种方式 所以用这个Valance Electron的方式的话 你应该得到的是这个 结构式 那但是从这个结构式以后 再做判断下去呢 有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双键等等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个 Formal Charge的观念 Formal Charge呢 是形式电荷 形式电荷呢 并不是真的电荷 像这个外面这个离子数的电荷 是一个真的电荷 形式电荷是我们计算一个 每一个原子在离子或者分子里面 它可能具有的电荷 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一下 这个分子或者离子 它里面的电荷的分布的情形 谁抢电子比较厉害 带有的电荷比较多 用这种方式去决定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这个价电子的这个原则来看 价电 Formal Charge的公式 在上一次已经有介绍过了 Formal Charge等于是valence electron 减去unshared electron 然后再减去间接数 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两次六个价电子 减去六个以后 再减去这个bunding的一个间接 然后它得到的是负一 这个地方也是得到负一 这个地方如果不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是负一 那这个碳的话 它不足八余体 它的原来是四个价电子 这边就变正一 正一负一先销 整个东西确实是负二 这合乎我们Formal Charge的观念 就是说你总 总species的价数 必须是 外面的这个species的价数 必须是总 形式电荷数的总和 但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几个原则 它是Charge Separation是不好的 就是说我们如何判断 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物质呢 就是要看形式电荷 它本身的这个分布情形 分布情形有几个原则 好 要判断 它是一个稳定Lewis Structure的话 它的formal charge 必须最小 第二个 它的formal charge 电荷的分离 要小 也就是说 最好是formal charge是为零 那如果一定要有formal charge的话 informal charge是最好是 正跟负 两者之间是比较靠近的 可以相销他们的这个电荷的 如果是在两端很远的 那是比较不好的一个公正式 然后第三个是 最多公正式这种判断方法呢 实际上是指着它的一个结构 具有最多的不定义化 不定义化就是delocalization 这个观念是用到的一个delocalization delocalization 就是电子公用的一个观念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原来的这个例子 在这个地方如果都有charge的separation 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六个电子 去掉了两个on share 两个long pair对 四个还有两个 减掉两个间接 这边的电荷数是零 这边呢 一二三四 它有四个架电子 去掉了四个间接 所以它也是零 然后这个地方跟刚刚那边一样 这边是负一 这边是负一 所以比起来的话 这个结构是比较favor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formal charge的 formal charge的电荷数是比较少一点的 所以是以这个为主 当然它也是因为碳本身有八语体的缘故 这几个原则就是我们在下面几个例子里 会继续建造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powerpoint 第一个是Lewis Structure的那个DOT 是一个我们可以用来很简便 去描述分子的这个电子排列的状态 跟它的形状的预测的一种方法 那么它的架电子数来自于哪里呢 是周期表上面的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碳是第四个位置 那就有四个架电子 那么在这个符那边有七个架电子 然后只要加一个会变成顿器主态 所以它会变成负一 这个架电子数的位置 就是它的周期表所在的位置 那上面可以看得到 在四个架电子以上的这些东西 都很容易满足八语体 而棚这边还有皮 还有这些理 都是不满足八语体的东西 所以它的结构上面不太能够用八语体来预测 等一下我们会做它的特别的介绍 通常这个原子 它在这个同一族的 都会有同样的架电子数 那八语体的方法呢 是说每一个原子 它周围要有八个电子 那么这个氢以外的话 氢是只有一个电子 所以它是用duet 也就是两个电子 然后流以上的那些 具有低轨域的分子 具有低轨域的原子 它们就有extended octet rule 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要 低轨域加起来就是十八个电子 所以它可以超过八个电子 而这些例子呢 我们大概都可以用 刚才用的这个课本上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valence electron count的方式 去算出它的Lewis structure结构 不论是你那个电子 是不是八个电子 超过八个电子的 也可以用它的方式算出来 好 那我们bonding的部分呢 Ionic bonding跟covalent bonding 我们大概都可以用Lewis structure 把它简单的描述起来 但是它描述的这个性质呢 不如molecular orbital那么的清楚 我们等一下看到一些例子 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之间的优异地方在哪里 这个例子呢 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有机的例子 它算一下有几个价电子 在这个地方的价电子 碳是三个 不 碳是四个 有三个碳 四三十二 那么有六个氢 十二加六就是 十八 十八个电子呢 就是九对 九对long pair 或者九对bonding pair 那我把这些间接都连起来以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么就还剩一对long pair 这一对long pair 看起来这边是 八语体可以满足的 这边不满足 这边不满足 所以呢 我在这个地方 都加一个间接电子 在这个地方 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画出你luist structure 算的方式 九个键 然后最后一个键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这里键 不放在这里的话 你放 抱歉 你如果不放在这个地方 你放在碳这个地方 满足它的话 它就不能被满足 所以那个long pair 就必须share过来 这是另外一种判断的方法 有一些共振式里面 有一些这个luist structure 它是可以画成不同的共振式 这个double棒在这里 和在这里 和在这里 都是可以的 那这种情形呢 我们叫做resonance 那这种resonance呢 是稳定luist structure 的一种方式 主要的原因是电子 它不是在这个地方 它有可能是在三个里面 任何一个 这个是 如果你们各位学过 那个波方程式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说 如果说它localize在一个地方 就是particle in a box的 那个范围是小的 如果它的这个 区域化变大了 它就delocalization 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这个A就会变大 所以能量就会下降 如果各位还记得 那个particle in a box的公式 不记得的话 也许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 再给各位复习一下 那这里的重点就是 我们有共振式的 可以画出很多共振式的 那这个form是比较稳定的 一个form 还有一个名词叫 isoelectronic等电子数的 等电子数的意思 就像刚才那个 NO3 这改成CO3的时候呢 NO3是负一价 这个是CO3负二价 但比碳多一个电子 那么显现出在这外面呢 多了一个价电子 其实总电子数 它们的价电数是一样的 这种species我们称之为 等电子数物质 或者是英文的 iso-electronic species 这三个都是 iso-electronic species 虽然这两个是 氧 这是蓬碳氮氧族的 这个族 所以的价数呢 都会不一样 这边比较少的电子 多一个 这边再少一个电子 然后这边不需要电子 这边是第四族 第五族 第六族的元素 那它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 化解因为它们的价电子数是一样的 那如果多出来的电子 如果说是有这个低轨域的电子的话 就常常会使它的周围数字 价电子数超过八 那这种算法呢 用我们刚才这个范子去算也是一样 譬如说现在这一二三 五个率 七个加电子 加上这个五个架 七五 五七三四五加五 就四十 四十 就是二 四十个电子 再减掉一二三四五 五个 间接的话 就是十个电子 就剩下三十个电子 十五个电子 十五对的 龙佩尔 十五对的龙佩尔 一二三四五 刚好每一个就分配上去 三个全部填满 中间没有任何东西 但一看 画完了以后 你这个phosphorus呢 是比较 比八个电子还要多 虽然画得出来 但也不是一个 Octeru可以解释的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 Extended Octeru 或者是超出的 叫做Hyperconjugation 也就是它的架数 会超过它自己的架电子数 这种情形 有一种解释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地方的架电子 Bounding电子 直接把它放过来 变成说它实际上是四个键 然后这个键是不在的 这种情形呢 那这个Long Pair呢 有的时候过来 有的时候这个又跳回去 变Long Pair 这样子用一种 共振式的方式去把它 描述出来 这个间接好像不到一个 见的这种描述方式呢 我们叫做Hyperconjugation 不过这个课本上并没有提到 我们在这边是 说明一下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在别的书上看到的话 起码了解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 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画法 可以把任何一个见解当作不存在 然后呢 它是这些 它是这些公正式的这个总和 这种间接术不到满的情形 是用这个Hyperconjugation的方式介绍 这个字在有机有学过 下次有机会我才会给各位同意 或者如果各位有问题 我下课的时候再仔细介绍一下 好 像这边的这个结构 和这边的这几个结构 各位可以用Louis Structure的方式去练习一下 那我们等一下会请一些同学来练习 formal charge刚刚讲过了 就是这个公式 好 我们请一位同学背一下这个公式 背一下这个公式formal charge 用中文讲 架电子数不是供价的 对就是Long pair 再简单到间接数 或者是间接电子除以二 OK 好 那各位如果还不熟悉的话 要熟悉一下这个计算的方式 比如在这个地方的话 碳是四个 但是这边是三个加电子 然后有两个Long pair 合起来是五个 4-5的话-1 OK 这边淡的话是12345 所以这个charge是在-1上面 而不是在碳上面 然后我刚刚所说的 好的这个Louis Structure呢 它必须要最小的formal charge 或者它是 还有一个没有写的 这里没有写的 就是这个 副价最好是放在 电付度最高的原子上面 比如说放在氧上面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 下面的例子可以给我看到 然后最小的separation 然后我们在举着例子呢 第一个例子就是SCM SCM这个例子 给各位的课本呢 47也可以翻一下 那如果说你直接画出来的话呢 你会画出来什么结构呢 你会画出来S C N 中间都是单件 然后你的Long pair呢 都会放在上 这个碳上面会有Long pair 然后碳Long pair 我看看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 指导我做一下 我在上面画 他在下面告诉我怎么样做 我们做SCM 你告诉我 它的架电子数有多少 S C N 然后这个是一个负义架 架电子数 它这是哪一组的 6 4 5 加1 4 16 接下来去怎么做 然后16是8个Long pair 8个Long pair 然后先分配到外围 外围的 6对 还有2对 好 这样就画完了 这就是你的Long pair 但是 不满意 为什么 它的formal charge是多少 这个地方formal charge是多少 6-7 这边的话 1234567 5-7 4-2 这边的话是123是4个 4是4-4-2 怎么会这么多 6个 123456 6-1 4 4-4 这也是-2 不对 有一个什么地方不对 123456 我画对不对 这样 这个应该有一个是正2才对 然后formal charge画起来是这样 没错 我看 那16个电子没有扣掉 两个电子 你看两个电子 哦对 啊 OK 画错了 这两个电子要先扣掉 所以总是 所以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你就算会了也背了 然后 如果跟我一样 没有睡够的话 你们考试的时候就会做错 所以去掉这四个 12个电子 6对 6对的话 这边就没有 OK 这样的话 正4-2相消 -1 整个是架数对的 但这个样子 结果是为什么不合 架数太高 OK 比起它其他的这种画法 你如果把long pair 把它带过去 像底下这些画法的话 它的long pair 变成bounding pair以后 它的架数会变比较少 那这三个结构是呢 比起这个结构是还要更稳定一些 但是在这里面来讲 这C呢 几乎是不被考虑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比较 架数是比较分离的 然后又是比较高的 这边要到负2 这边没有到负2 那这两个的话 大概是差不多都可以算是可以的 在我们这个角度上面看的话 A跟B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A跟B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 那么根据我们 刚才我忘了写的那个原则 也就是说电幅度比较高的原则 是要放在架数 副架数要放在它上面 那么蛋的这个 electron activity比较高 所以它会电子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A是比较稳定的structure 刻板上说 这个是最稳定的结构 因为从键长上看的话 就可以比较出来 它是比较稳定的结构 我们看一下 键长的比较 SC这边是1.65 单键是1.81 1.55 所以这个地方是介于一键跟二键之间 所以这个地方差不多是一键到两键之间 而这个地方是117 117差不多跟三键差不多 所以是介于三键和二键之间 所以是这两个structure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他说这个结构是比较正确的 因为这个电幅度是放在这里 个人如果考试的时候 我问说哪一个是Lewis Structure比较稳定的 这个确实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Lewis Structure不是能够完全解释一些现象 譬如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这个地方是 Protonation放在这个地方 他就说 这个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架构 但在下面一个例子 跟他一样的例子 是Ocn 也就是把硫换成氧 那事情是一模一样的算法 因为价电数相同 算出来以后也是这两个 比较contribution 比较高一点 但是你最后如果说加氢的时候 它还是加在氮这个地方 但你在看它的建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太阳的地方其实是比较短的 接近到三件 这种解释其实就是说 C好像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从Lewis Structure跟实验子 这样看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构 其实不是 就Lewis Structure来讲 它也不应该是稳定的架构 课本上用的这个文字叙述呢 是比较容易误导人家的 所以我要说明清楚一点 你读课本的时候 他会说 刚才SCN的地方 这个是稳定的 那么这个呢 氧跟硫来讲的话 氧比较多一点 这个阴电性 负电 负负度 所以呢 它这个Structure的contribution 应该比较高 实际上它是 因为很困扰 所以才讲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用我们的原则来看的话 这个结构应该是主结构 因为你的氧带负电 是比氮带负电还要更合理的 但这个是主架构的话 你就应该会是 这边是三件 然后这个地方是单件 可是这个地方的距离呢 是接近三件的地方 是接近它 所以他要说 它是比较主要的结构 是有点困扰的 因为结构上看起来比较像它 然后他又说 Protonation的时候 是接在这里 可见得是以这个结构为主 Protonation以后才会变成这个酸 所以他一直说 这个B不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结构 所以他文字上面一直说 它是稍微比较重要一点了 但是从前面可以看 它确实是比前面重要 但他不敢说 这个东西是最棒的结构 原因是因为事实上面看起来 不是这个渐肠脆肠 就是这个地方接近 这个氢石接在这里 怎么样都不会是B 这就是他想要自圆其说 但实际上他忽略了一件事 Louis Structure这件事情 其实不能够完全解释 抱歉 不能够完全解释这些东西 那他下的结论这个地方 是用这个Louis Structure 做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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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n 一个是这个地方做 pollination 一个是这个地方做pollination 我们去画一下它的re-structure的话 pollination 用formal charger来看的话 这个structure在这边来讲是最重要的 如果说是用 pollination在蛋上面来看的话 这边来讲 如果我们画出它的Louis Structure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在这个地方它的charge是放在氧上面 这是不合理的contribution 那这个是比较合理的contribution 全部都是零价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是在蛋端这边接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零价的 这是正负一价 然后这个负一价是在氧上面 所以是合理的 那这个地方是正一价是不合理的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所以Louis Structure Contribution来讲 放在蛋这个地方是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从Louis Structure的话 就可以直接说明 为什么HNCO是放在蛋上面接氢 但这个道理是不需要用MO来解释的 但它如果要MO来解释说 谁的变长比较长 然后这个contribution是 百分之三是这个接在氧上面 百分之九十七接在蛋上面 这个Protonation的部分是 其实用Louis Structure就可以解释的 但是它不能解释渐长 它举例这么多渐长 它用文字写的东西 让你觉得很困扰的原因 是因为它会觉得说 照你刚刚告诉我的原则 我应该是这个东西是最稳定的 可是它偏偏就不愿意说这句话 因为所有的证据显示 它不是最稳定的 那为什么它不是最稳定的 因为Louis Structure没有办法完全解释这件事情 但MO可以 各位记不记得我们讲CO2的时候 这个其实跟它是IsoElectronic的 也就是说蛋再加一个电子变成CO CO2的这个结构跟OCN这个结构会有什么不同 在MO上面的话 你把这边当成氧的话 你会发现到这个就跟CO2一样 那这两个东西如果做group orbital的话 这两个合起来的group orbital 跟原来是两个氧的orbital有什么不同 蛋跟氧的原子轨域有什么差别 蛋的能量稍微高一些 氧的原量比较低一些 各位记得周期表上面 越到右边也越到氧的时候 它是往下的 好我们来回忆一下 二氧化碳它当初的结构是 你看这个MO的部分 这边是long pair的 这边是bonding的 这边呢就是那两个氧的 今天你如果想象 这边如果是氧和氮的时候 这边是氧 这边是氮 那么这氧跟氮呢 它的能量不一样的时候 这几个其实分成两组的 两组一个是比较 氮比较contribution多的 一个是氧contribution比较多的 氮在高的地方 氧在下面的地方 氧在下面的地方表示什么 表示你这些bonding的orbital里面 都是接近氧的 也就是说它的氧的contribution 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混合的 氧加起来的时候是 氧是比较多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 它的间接其实意思就是说 它在这个地方是比较接近 这样子的 它的CO的之间的这个 contribution的bonding 它的overlap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就解释 为什么是结尾的这个地方 它的这个OC的这个部分 113这个地方 很像triple bond 因为它的contribution是比较多 你看C跟O C跟N来比的话 它们之间 为什么C跟O之间 反而是比较短的 这个就是比较长的 这样两个抢电子来讲的话 它照说它应该是 附件和 这个contribution比较高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比较长 比较短的间接 这个地方是负一价 比较favor这个结构 这两个起码要是一样 一样长的结构 如果说是这 这两个结构是主要结构的话 你CN这个地方的距离 距离应该是最短的 可是CN的距离 显然是比它长的 所以这告诉你们 Louis Structure不能够用 事实上不能够解释 用Louis Structure来解释 我们这个建场 但只能用MO来解释 这课本都没有说 我再给各位做一个澄清 听不清楚的同学 下课的时候 可以跟我再做讨论 好 那这个bonding的部分 我们没有画出来的地方是 氧的部分在这 氮的部分在这 这些四个 六个分成上三下三 下面的三个 有给你氧比较接近的orbital 是比较接近bonding的部分 好 那 时间远过 所以我不再做这些calculation 课本上有这个例子 它也有说明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比较不stable的一个form 同样也是跟原来那些 结构是Isolelectronic的 那最后的结构呢 是这样的结构 因为它的charge呢 是不能够这样的separation 这个charge是最少 然后separation来讲的话 最小的 其他这个结构 各位可以再去练习一下 第一个先用这个 Louis Structure的画法 照我们刚才那个画法 会画出单件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画formal charge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写出双件来是比较合理的 一个公式 第二个例子呢 是你画出来这边也是单件 然后最后这边long pair的部分 把它过来这个地方 变成了hyperconjugation的部分 然后变成了比较稳定的结构 这都是用formal charge来判断 如果不用formal charge的话 你原来这个地方应该写成单件 好 那Louis Structure里面 有两个以上的双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画出不同的公正式来 那这个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结构 这个原来刚开始画的时候 也是都是单件 然后因为formal charge连故 你会把这个双件放上去 好 那这个各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碳的部分 本来一个是四个价电子 这个五个价电子 六个价电子 少一个价电子的话 就变成正价 多一个价电子复价 好 那这个课本上的例子呢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用Louis Structure画 全部都是单件 但是这个地方 如果用formal charge算的时候 正2跟负2 如果你把这个两个电子 两个long pair 都变成间接电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的formal charge 变成零 所以这种formal charge 决定了我们的Louis Structure的结构 好 下面这个第二部分 介绍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 Electron Deficient Atom 就是电子 缺乏的一些电子 的原子 像棚 还有皮 那在有些书上画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单件 有些书画是双件 到底单件还是双件呢 实际上是介于其间的 它是Delocalize在这里 也就是双件的这个结构呢 是比较适合的一个结构 但是 正在这个实际上的结构呢 并没有以单独这种东西存在 除非你做研究气体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证据 在皮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 你画成单件的时候 就不满足巴鱼体 那它本来就是一个缺电子东西 如果你把它缓成满足巴鱼体 它就会是这样的结构 那实际上的情形 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在 Beryllium的Fluoride 和Cloride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这边所谓的双件 可以把它打开 变成单件 因为它其实并不喜欢做 双件的这个结合 那这边的情形也是一样 但是打开的形式不一样 你看到它们的结构 在Solid Stake and Vapor什么的 虽然都是一个四配位的形态 但是它整个结构是不太一样 那这只是告诉各位说 你所predict的Louis Structure 未必是真正的Louis Structure 真正的结构 但是它为原则上 是非常相近的 那补习班跟考试的时候 常常会考这个题目 说这个真正的结构是什么 然后 这个工价是可以用这个笔 原因是 实际上做实验的时候 发现它的件长 是介于单件跟双件之间 所以它比较favor这个描述的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 Valent Shell Electron Repulsion Theory 也就是说价电子排斥理论 价电子排斥理论是任何一个分子 它的供价件的间接电子 和它剩下的long pair 会互相排斥 造成它有一个最稳定的构型 这些构型 取决于它的long pair 跟bonding pair排斥的程度 那我们在这里要学的东西是 long pair排斥最大 间接电子排斥次枝 然后 还有一个跟它比较混淆的部分呢 就是原子的大小 越大的越容易排斥 可是另外一个因素是电幅度 如果说是电幅度越大的 就是容易拉出电子来 那么中心原子它的间接呢 就比较不容易排斥 间接会变小 那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size跟你的electronic electronic electrical negativity 也就是电幅度呢 这可能会是相反的一个因素 你要判断的时候 不是很好判断 我们会提几个例子 介绍之前先要介绍 这个steeric number steeric number是指说 我们不论是long pair 或者是这个bonding pair 只要把它的 只要电子对的数字算出来 就是它的steeric number 可是这个跟coordination number不同 coordination number呢 是配位数配位数是专指 它有配位的原子而言 所以你long pair的部分呢 不能够算 跟中心原子接的原子数 不论你是一个集团的原子 或者是 还是单独的一个原子 它的形状是这样的 各位已经在普华学过了 如果说是三个直线的 就是linear 如果说是角形的叫bent 然后它如果是三个 是平面三角形的 叫trigonal planner 那大家比较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把它记得清楚 的是它的英文 trigonal pyramidal pyramidal是金字塔 脚椎形 pyramidal 这用py来代表 所以有些同学就会写 tpy 但我要求各位 到现在到了三年级 应该把那个英文都背起来 所以trigonal planner 跟trigonal pyramidal 这些英文要把它背起来 然后 tetrahedral trigonal by pyramid tbp 很多同学就只记得tbp 而不知道它是怎么写的 trigonal是三角形 by是双 pyramid是刚才的三角锥 双三角锥 三角形的三角锥 的这个tbp结构 是trigonal by pyramid 英文也要把它记下来 optahedral 普华课本上面有介绍过 这边long pair 不管你这边是long pair 还是间接电子 对 你只要是能够有三个 它们就是最佳的排斥方式 就是一个平面三角 如果是四个的时候 它是最佳排斥 是119.5度的tetrahedral 这几个结构 这个tahedral 这个是tbp 它们都是最 电荷排斥最大的结构 那么在电荷排斥的结构里面 虽然都属于三个 然后都是trigonal by pyramid 但是在这里的话 像这个no2的结构 这边是long pair 所以实际上 这个整个的分子 如果我问你的是 coordination number 它的coordination number是2 它的coordination geometry 是bent molecule 如果问它的steeric number 是多少 steeric number是3 那steeric number 所判断的结构 又是什么 是trigonal by trigonal planner 所以两个问题 只是差在 我问你的是 含不含long pair 所以要注意题目 它考虑的是 molecular geometry 还是要问steeric number 考虑的整个的 这个steeric number 所形成的这个形状 所以如果用VSEPR 来判断形状 最后问的时候 你在这个题目 你应该写成角形的 还是写成trigonal planner 像这种题目 你要写成bent 或者trigonal pyramidal 还是要写成tetrahedral 要考虑到它的 lone pair算还是不算 那么通常讲 molecular geometry 就是不算lone pair的 好 这个继续下去的部分 各位可以自己看 这是课本上的例子 课本上的例子 一直把它扩充到 配位数7 配位数8 这个是anti-prismatic anti-prismatic 这个名称呢 是指方形的square 这个方体呢 如果把上面的四边形 跟下面的四边形 旋转45度 扭曲了以后 这个叫做anti-prism prism是临近 这是正的临近 这个anti-prism 是上下的 这个是错开的 anti-prism 反临近 其实结构 就是像下面 这样的结构 好 我们要讲 VS-EPR 最重要的就是 long pair的repulsion 跟bonding pair的repulsion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steeric4的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 有long pair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long pair很大 会把底下三个都挤小了 然后这里有两个long pair 挤的就更小了 所以这个的剑角 剑角的解释 是用long pair的大小 排斥去解释的 那steerify 在课本上有的 就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要请你解释 听一下是什么事实 剑长 轴长呢 这个地方的长度 是比较长的 横的地方呢 是比较短的 怎么解释 它是用long pair的排斥解释 long pair排斥的时候呢 是排斥在轴向的位置 90度 而equatory部分 是120度 所以它对轴向的排斥 比较高 所以它会拉得比较长 因此轴向的这个距离 是比较长的距离 另外有一种解释 是在别的地方 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 是跟bench rule有关 这课本上没有讲bench rule 是什么东西 那是跟s character 比较多的 它会建成会比较短一点 然后这个 其他的叙述 各位去google一下 什么叫bench rule 有时间 我给各位补充一下 外面研究所考题会考 我们课本上没有 有机会我再补充一下 没有机会的话 请各位同学自己去查一下 像这个五配位的这个部分 连long pair都算是五配位的话 它这有这么多的结构 那到底哪一个比较对呢 这个是直接乘90度的排斥 long pair跟long pair 是非常不喜欢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直接就被划掉 这两个蛮好的 那这个我在上次讲过了 这个虽然喜欢 但是它跟弗洛瓦也有 非常多的排斥 这个的话 它跟弗洛瓦只有两个排斥 这边却有三个排斥 所以long pair是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因为都不是90度 但是这个是考虑到 比较少一点的long pair 跟bonding electron的repulsion 所以c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experimental find out 发现的是c的contribution 所以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long pair跟long pair的repulsion 跟long pair跟bonding pair的repulsion 和bonding pair来衍生 按照顺序来讲的话 上面是long pair 一个是long pair 排斥最大 好 这些是解释渐长渐脚的部分 请各位更正一下 课本第54页 课本第54页的这个 例子呢 写错了 它不是TF2 倒数最后一段文字的第二行 倒数最后一段文字第二行 它讲到IF7 in the margin and TF7-2 实际上是-1 因为terrhenium跟这个 是氧内族跟浮子 差一个电子 所以isol electronic来讲的话 IF7是零价 那terrhenium fluoride 就应该是-1价 那它的结构呢 是跟IF7一样 terrhenium fluoride的结构 是跟IF7一样 其实就是在课本54页 左下角下边画出来的那个结构 在这里要考什么呢 问问看说 你的long pair 在这个地方排斥的时候 它的角度会变小 它这边没有long pair排斥 所以角度 也就是这三个的角度 为什么是最大109 次之106 最小104 要请各位 能够用long pair排斥来解释 在这个地方的 剑长和它的角度 为什么会不是180度会偏 然后这个角度 为什么小于120度 这都是long pair的repulsion 那刻板上的例题 我就不做了 各位回去再看一下 这两个例题的解释下 long pair的这个原因 然后我们下一次 从multiple bound开始 下个礼拜一 会把这个章节讲完 然后进入到 这个第二章的原子轨域 请各位先同学做预习一下 再来